台中旅展 找好康 里頭人更多 就連參展旅行社也大陣仗 重兵部署搶客 為了吸引人潮 主辦單位還請來正宗巴西舞娘 炒熱氣氛 往年台中旅展三百攤位 今年看準民眾旅遊商機 增加到近五百攤 國旅跟出國都有興趣 美國一想去 想要玩透透 我們想要去澳洲 是五萬塊左右 大概便宜個幾千塊吧 台中旅展搶便宜觀站重點 旅行社首推國人最愛日本韓國旅遊 一趟省下六七千 還有泰國旅遊免費辦簽證 免等候也省七八千多 澳門的話不用到三千塊 也就可以直接到澳門 像暑假期間東京的部分 也就直接下殺兩千塊 也不用到一萬八就可以到充社 我們推出一個六千八百八十八的一個 韓國五天 而且住三萬五星級的飯店 然後我們限量一百五十席 那很快的我們第一天 就全部都銷售一空的 還有業者推韓國旅遊限量 豪華旅遊第一天就賣光 只是除了搭飛機 所以郵輪旅遊也是這回旅展大熱門 那在郵輪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第二輪半價的一個優惠 其實在今年的郵輪市場其實是增加 那在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的賣比例將近快一半以上 不只出國國內旅遊也正熱門 客委會拚噱頭 還把張樹放進展場邊逛 還能邊聞張樹香 還有業者推五星級飯店 住宿二點三折起 刺激國內旅遊拼買器 三十五一者羅領捷運小組台中報導